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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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到东周投资会的时间 今天开心邀请到 金利峰正序研究部 王德基,Dicky,和我們聊天 Hello Hello,Aster,你好 各位東周刊頭條,星島 還有親子王,POP新聞,Jazzle App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個平台聯播 是的 今天不如講一下內需概念股,好嗎?Dicky 好 因為剛剛星期三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會說 將會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意思就是會力局消費 一聲令下,內需概念股昨天突然彈起 怎麼看未來的走勢呢? 好,令我想起,Aster,你也未入行當年 除了港股直通車 最令人尊尊樂道,一定是當年國務院還是溫家寶做總理的年代 推出了汽車下鄉、家電下鄉 相關版法,一說就全部應聲而上 這次我覺得真的有點異曲同工之瞄 當然,政策肯定是正確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 中美之間的博弈關係不會改變 拜登上場也不會改變 至於現在這一刻,就算你簽訂一些貿易協議 又或者究竟是不是所謂的外部需求會有復甦 真心說,在現在歐美的疫情全面 真的可以用失控來形容 我都看不到所謂的外部需求會有什麼復甦 所以如果你說從政策的角度 即是很集中,為了做好內需 尤其是這個內需,即是政策可以影響到 甚至乎對於很多行業都可以予以一些支援等等 亦都對於可能中端的客戶提供一些所謂的優惠等等 所以我都會相信,這個很肯定是大方向 但至於你說有什麼股份會升上來 當然,價格敏感度相對地比較高的一些高端一點的消費 可能都會跟經濟的掛鉤度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你說跟民生相關 甚至乎反過來,就算可能是這些內用品 我都覺得會做好的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說有什麼辦法 第一,肯定會想起車 因為這個是最直接的 第二,亦都見到過了三個月的數據 雖然剛剛對上這個月,整體來說 絕大部份在香港上市的汽車生產商的銷售 都略略回歸一點 但如果你看看過去的幾個月 反映出了很明顯的現況 就是當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著內地經濟、停市 甚至乎所謂的封閉式管理、小區 那時對於汽車銷售肯定是有一個很大影響 但這個情況其實在第二季已經出現復甦 第三季的趨勢是更加明顯的 甚至乎有個別的車廠已經復甦到疫情前的水平 比很多行業都優勝 所以車很肯定是其中一個我最看好的 當然如果你說再看下去 細分一點,究竟有什麼車股 當然股神很喜歡那隻比亞迪 可能大家只會覺得是一句錯失太容易 就買回又太遲了 因為眨眼它又返回高位那裏 那算了,我覺得有時候買股票都是怎樣說呢 都是跟緣份有關的 那你真的錯失了 不是一定要很高地追回它 也可以考慮其他的 你說再說下去,吉利 那當然是好的 紙又憑貴,沒有又憑紙貴 又有Link & Co 又有新能源車 又有富豪這麼大 後盾在後面 很多概念 所以我都會覺得 對於吉利肯定是最清先的 不過反而你講開這個話題 我想很快地講一講華盛中國 因為華盛中國 本人有持有 好,很多投資者可能都會說 哇,這隻真是很落後 但今天其實也有一個大消息 就是之前說華盛的母公司 就是要重組 因為他們有一個違約的情況 當然大家都很關心 哎呀,那媽媽有事 那兒子會不會受影響呢 在過去一個多星期 那些中文媒體訪問我 我都會說,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簡單來說,媽媽欠卡數 其實兒子正在上班 好地地理論上就是有一點絕緣了 不過又不可以說完全沒有關係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說這麼巧 這個媽媽就拿麻將數、拿卡數 但是那個媽媽就雍容華貴 就是很富泰那隻,大把錢的 當然有個富泰媽媽好一點 所以吉利永遠都是行線的 但起碼現在這一刻 既然華盛都宣佈了他們 職務公司的重組 破產 但亦都說明是不涉及其下的 上市公司亦都不會涉及和保瑪的合影 這個也是過去在我自己的平台 拍片也好,接受訪問也好 都有說過 其實幾不同的兩件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當然,其實真心說 如果有關係,股價一早就流下去了 這個消息亦都不定移走 說他沒有公司違約 要重組、要破產 其實都已經說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起碼現在這一刻 就消除了這個因素 好,又會還原基本部 當然,現在全民都是電動車的 看看誰做得先和快一點的車 最近那兩架不是香港的 一架是偉萊 一架是小鵬 在美國那邊 上市升到很快的聲音 你說華臣,其實也說華臣 他們自己內地的廠房 瀋陽的廠房 就會出一架IX3 這架也是第一架保瑪全電動的 中小型多用途汽車 他們就叫做SAV 這架是內地的廠房生產 亦都會搶銷到全世界 這是第一次這架廠房的升格 所以我想,汽車股基本上 每一架都有他們不同的話題 例如四八九,東方又有湖A 長城又在高位 如果你說一路拉下去 可能相對弱一點 反而是有北京汽車 跟Benz,Mercedes,Benz合營那間 這間真的差一點 過去我曾經在我自己拍片 講過歷世紀電動車概念 擁有Apollo那間 股價是好搓的 不是適合一些不承受到風險的投資者 之前升完,現在又回回 回回後又再升過 我想,如果你說總的來說 整個汽車板塊我都看好 不過問題是,總是會有些跑快一點 如果你問我,可能始終還是吉利 所以,在衡量源風險,股值各方面 我覺得相對地會是 在現在這一刻我會最首選 這個都無用置疑的 李亞迪真是貴了一點 現在這一刻,雖然它是純電動概念 但大家當它是小朋友 當它是偉來,當它是Tesla 這樣炒了,去到這一秒鐘 我又覺得股值是高了一點 說那麼多車股,家電或餐飲股又如何? 有沒有什麼心意推介? 在這一秒鐘,我有一個很強烈的看法 因為反過來,對於家電的生產商 譬如我們很傳統說白色家電的生產商 或者他們也做了零售的生產商 譬如國美,都不見到很明顯受到資金追捧 還有你說做平台又如何? 譬如京東又如何? 京東又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這一秒鐘,今天是全線都彈的 但其實它也不是真的彈得很好 說真的,業績又帥仔了,基本面也好 其實你說股值很高嗎? 也不算很高,以它的規模來說 但論盡一點,展覽新經濟股 幾座石大石就扭住了 由螞蟻上不到之後 在說監管要加大力度 才是互聯網金融 然後反壟斷 接著說是直播平台 而京東每樣都不是很直接關係 但又不是說完全不關係 你說到尾,你又壟不壟斷? 說真的,你的平台大到這樣 和第二大,很難說不是掛頭壟斷 只不過是你說,是否可能去到螞蟻集團 那真的完全是正中要害 你是現在衝擊金融市場 或者內銀沒有東西做的 甚至乎說你的營運生業的高度很高 那它又不是 只不過是一個第二大的電子商貿平台 但見不到它的股價會有很大的動力 我想都要等下電 但你說這樣長遠一點 會不會受惠於現在的利好的措施呢? 現在擺明一句說了 政策支持大家買東西的 買車也好,買家電也好 當然我想政策在背後再想的 可能會買一些怎樣? 自主品牌的 即你要買電動車 買蔚來,買小鵬,買比亞迪,華晨中國 在內地生產的都可以 可能會是這樣 未必會很鼓勵你買一些奢侈品 入口那些貴東西 不過內地的民眾 其實真心說 當11個長假期這段時間 都已經看到 譬如說 就算當是法國的一些上市公司的 一些大型的一些車廁品牌 都已經是回來了 你生意在內地的方面 變得見到一些說法 也是我觀察得到的 就是說 無論是哪些類別也好 中標珠寶也好 手袋皮具也好 內地的比例 即是同一個品牌 以往可能是歐洲的比例多 即是說內地的人都會出去外國買 現在不是了 現在在自己那裡買 當然了 現在飛不到 但我想這個趨勢不會改變的 因為那個價錢 相對地都可以說是越來越接近 不會說存在某一個地方 可能是特別有折讓 現在都不存在這個情況 所以 加電呢 我就不算特別有經濟 是覺得很值得推價在這秒鐘 但我想總的來說 你說對於所有的 加電類的股販 你說對於 今天 海信加電 今天的股價都曾經去到13.94高 但又明顯地有回落 都正常的 始終你說 炒一個政策 衝上去 就有些回落 所以如果 921的話 今天也有少少高處 不適合 始終去到國的街通路頂 有些回落 可以等一等 比如下10天線 再買過 如果你說國美的 沒有什麼特別 股價都是比較平穩 又不見得到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動力 說來內稅 話說下個星期 都應該會有三隻重量級新股登場 其中一隻都是內稅 高領資本有份投資的內地市 仔翼一哥 南月亮 消息說下個星期五超虎 就計劃集資10億美元 大家似乎都挺看好它 你覺得抽不抽得過 或者怎樣部署呢 好 南月亮又多了一個意思 在我眼中 南月亮本身是一首流行曲 還有呢 是一個天文現象 同一個月 第二次全星期五超虎 就是南月亮 不是藍色的月亮 當然我知道 Esther說的是這一隻 超級無敵 算是大隻的新股 沒有了螞蟻 每隻都大隻 是不是 值不值得抽 也要看看最後 那個範圍是怎樣 即是超高的範圍 但如果你說現在 就這樣看所謂的排面的數據 也都在內地 你說洗衣液怎樣都好 其實是一些 所以說是價格敏感度 是不太高 我知道經濟學 就叫做 簡單來說 我都會用你的 如果用開 覺得好用的話 不會說你貴了五毫 可以我轉另一個牌子 因為你用開 不是有感情 你用開 你習慣了份量 以至到有時候你的衣物 由不由信 都是那句 習慣了 很少會經常轉 當然我都會做監務 懂塗衣服 所以我純粹是一個個人的觀感 不過這樣說 最後都是看估值 但如果你說純粹說 內需現在這一刻 其實不要管了 你在內地做得最大 你做水 你可以做首富 你賣啤酒 你可以做行之成分股 你賣洗衣液 都不會很頑皮 我覺得 起碼這個營透反應 都一定會是 不至於萬人空巷 都一定是有很多配的 這個優惠營透 到時 就決定看 如何抽法 但這一類的股份 我覺得真心說 都是受到市場清雷 不如說說新經濟股方面 因為其實近個禮拜 都好像不上不下 但小米昨天就升了 不去傳送 小米昨天 小米創辦 和董事長 雷軍昨天都說過 就說 大家對小米有很多誤解 就說 覺得它的產品是中低端 代工 沒有技術 他說 希望未來十年 都可以提供到 獲課的後悲和印象 你為什麼小米現在 走勢和前景呢 先說一下 小米其實都是一種 我曾經持有了很長時間的股份 對上一次的高位 我又走了 我也在等機會買回來 純粹分享 你說 有個備誤解 你只是做些便宜的事 我講到公道一點的事 90年代的日本車 都有這個給的觀感 但到現在 就已經不是這樣的世界 我覺得它都慢慢開始有個個人風格 應該會這樣說 最初當然是參考 某美國大品牌 包括我都在用那個 那個生果品牌 但是 的確到現在 幾樣東西 第一 實際上 你說 過去有些說法 就是中印的關係緊張 會不會影響它 實際上 就不是太大影響 因為它在當地的市場 真的大 還有那些產品 都真的加年紋美 還有現在 時至到今天 看好客觀的數字 比如說去到5G的手機 它的市場份額 在內地都再升了一級 其實 都叫做 在那五大品牌裡面 都算是做得都幾好 這個就是此其二 那三 我想純粹說 你說業績也好 未來它會怎樣成立 數字科技公司也好 我覺得長遠都可以 值得都繼續看好的 就是如果這個股份 那當然它的股價 也不會說 一枝箭地升上去 一定是有波幅的 那我會覺得 你說 可以買了 完全不理它的話 那說真的 這些價位呢 我都不覺得很大風險 那但是呢 真的客觀說 其實小米現在 都是剛剛好在一個大的 對稱三強 就是說 在9月上旬 二十六、九頭半 見了頂 它其實現在都是一個 這樣的形態 就是波幅是收集這樣的 那最理想 就僅僅絕對上一轉毛離頭 跌了兩三天 去到五十天 但如果你說 喂 不要去到那麼低 但今天也叫做 在高位壓一點點 下來 那說真的 港股我總是覺得 其實都 阻力重重 未必說真的可以 突破得到 早前高位 雖然現在距離 三百多點一行指來講 但我真的看不到 現在這一刻 是一枝箭突破 一枝箭突破 升上兩百七個 所以既然它有成分股 我會覺得 你沒有貨 你倒下低一點點 不是覺得它會很便宜 我也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你說 再到二十天線 二十三個倍 最後這些位置 又不是沒有可能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策略 除了市場迷之外 你覺得 AKMXJ裡面 其他 有沒有說 之後有機會彈起來 或者現在應該趁低級立 是呀 永遠都是 Warrant Buffett那句 Be greedy when others have people 全世界恐慌 沒有理由 我又在一起恐慌 所以其實 真的 這段時間 內地政策是真的 不理新經濟股 三樣東西都中了 有些好像阿里巴巴 但是我也會覺得既然是這樣 也是時候開始慢慢部署 作一個長線的持有 簡單來說 我沒有 現在八折 就是這樣說 股價由高位回了兩成 有些可能不止 我覺得 開始慢慢可以部署 但是你也要明白 既然現在內地政策 是嚴厲的管理這件事 它又不會放鬆 第二 也不會說 它們的股價會好像 之前那兩三個月 那樣狠狠地升 甚至乎 你說阿里巴巴 那說真的螞蟻 你要再上市 是不是內地都不知道 甚至乎再重提舊市 都可能一年半左右之後的事 所以它是會特別慢 如果你賣到AT MXJ 那阿里巴巴會是最慢的 但是沒有力 跌就跌得多過人的 這個也沒有辦法 暫時都會是這樣 如果短線來說 但是你說再長遠一點 我覺得 這些商品 買完二百四十元邊 作一個再長線一點的部署 我覺得 都不會說很公公險的 但是 我可否認 在這一刻 相對地騰訊的股價是比較硬 因為 第一 他們管理層說話 又特別 溫文意雅 又比較 不會說太喜港 說 監管是需要的 這些 很懂得說話 而且 最關鍵的業務 就是手機遊戲 手機遊戲 其實競爭激烈到 白熱化得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 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什麼掛頭壟斷 什麼 這些指控的東西 他們已經是爭得頭崩壓裂 所以 反過來 你用的思維 如果你說 新經濟利股份 除了ATMXJ 這些大隻之外 你再數下去 其實 手游反而我會看得比較好 因為 你限制 小朋友打遊戲 不要打那麼久 但是 那些成年人 他一樣是那麼瘋狂 他一樣是 那麼喜歡課金 一樣是 那麼喜歡玩 那幾個 其實都說了很多年 我都不明白 那些人還在玩 你不要理 總之那些人還在玩 還在課金 你就知道 他的股價不會失去哪裏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你 大家記住 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收看東周投資會 拜拜 小朋友 那天 現在 請訂閱 那天 還有 這次 開 Nuclear